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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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类台上 你不光有技术 你还有力量 技能的速度 一切的排音 还有坚持的意志 我们都在为加战斗 一个身材魁梧的黄种人 缓步站上称重台 身高2米01 体重126公斤 他就是号称全男鲁制身的张志磊 已经年过40的他 为了梦想独闯国际类台长达9年 但数百年以来 重量级拳坛一直是白人和黑人的天下 亚洲人似乎在这个量级 没有任何发言权 然而张志磊的出现 打破了这持续上百年的僵局 在204年8月8日 张志磊在ESPN拳击之夜 仅用时17秒便击败了对手 库特斯 后来更是在三年之内 一口气拿下了16连胜 无可匹敌 这也让外界媒体 渐渐注意到了这个黄皮肤的中国壮汉 然而依然没有任何人看好他 成为世界冠军 2023年 在众人的质疑声当中 张志磊向WBO世界拳王金腰带发起挑战 这是中国重量级拳坛 历史发展到今天为止 意义最重大的一场比赛 拿下这场比赛 他将名垂青石 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重磅级世界拳王 然而这场比赛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当中 张志磊用时六个回合 将英国拳王当场报答毁荣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弃赛投降 至此 张志磊成为了中国首位重磅级世界拳王 意图要物归原主 要把金腰带抢回去 上一次输给张志磊 是我太大意了 他完全就是运气好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英国民众失望 我不仅要抢回金腰带 而把他该死的尊严 全部拿回来 关注朋友们 那完全是开玩笑 虽然说张志磊40岁 但是我觉得目前世界重磅级拳团啊 张志磊是不怕任何人的